和维卡一起逛街 先来到这家服装杂货店 试了好几件衣服 大家猜猜后来买了哪件 今天跟好朋友逛街 也可能会路过两家好玩的土董店 等会儿见啊 我跟维卡约在四厅通 Mumoko Deki这个杂货店 Mumoko Deki这个词是用英文拼写的 所以我一时没有理解意思 亏了维卡的日文好 他说这个是日文的Mumoko Deki 就是无目的的意思 这个店我非常喜欢 在这一带逛街是必来之地 我也推荐来旅游的朋友 可以来逛一逛 很典型的日式杂货店 非常有意思 这饼干我吃过超好吃的 这是什么饼干啊 它不夹南瓜的 就南瓜做的 它里面没有用牛奶跟鸡蛋 所以就是过敏的人 这个非常的安全 这是干嘛的呀 这放门香的 就是那个盘香 那盘香 打开给你看看 你看里面有个插片 这个挺漂亮的 看这多少钱 3850 3850现在汇率低了 200块钱 200块 也不算太便宜 但是其实呢 十几年都行 你看他这个把手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样子还挺复古的 是挺好看的 那个也是 这是花吗 烟花 哦对对对 现在指缘剂 好好看 嗯 对对对对 我也喜欢 超好看 你看 做到这开始就一台的 特别别致 那种款式 还不贵 算人民币才300多 真的 现在根本就买不了 我这个你穿非常漂亮 真的 要不要试试 靠一个拿出来 不用试一笔 它那么大 就这种是欧巴 其实这个衣服也挺好看的 所以是萝莉型的那种 这个萝莉的 好 这跟我今天穿的不就是一起 对对对 差不多那种 我说后面 所以我给你看一样 7000多 对然后他就打了个折 50% 那你试试吧 我觉得挺好看的 这这样子都还用事吗 这可以放到后面 可以穿到前面 就是这样也行 我在里面 在这车在前面 从来没穿过这种 看我阿姨 是不是挺好 买回去多结肯定吗 花痴啊你 这鸽子挺好看的 你喜欢吗 还喜欢吗 太多了 家里全是鸽子 说有点像病号服 是吧 他家妈妈 是吧 有点像 这在家穿 这还挺贵的 人价17000多 这料子好 打三折 棉麻 太舒服 现在都打折了 中式的 我发现在日本穿中式衣服的人挺多的 那次上集市 就看见好几个人都穿中式 你说这个料子是不是还挺舒适的 我觉得可以 刚才稍微冷一点 冬天也能穿 是 好看好 好可爱 好可爱啊 是有一点点大 是吗 但是它就是这个风格的 这要春秋天外 穿不外照 吃得挺好的 是 你是什么 可爱 我是吴晨 现在跟威卡在逛四厅通 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逛商场 逛逛集市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 海军呢 是吧 超帅 怎么有点像最近看那个怪奇物语里面那个 你看他做工多细致 他们打工的冰淇淋店的那个衣服 这挺好看的 搞不好以前是制服类的 海军有制服吗 不是海军就是以前什么 学校里面 学校的 是不是挺香的 超有 超有 这个当时的那个味道 更贴质 天呐 他这个是防纤机 是防纤机 我以为手工 吓死我了 现在没有 你看这个多豆 他边上还这样呢 哎 我摸死我了 确实好看吗 嗯 他把这颜色分类了吧 白色 白的 这是麻的 柚子的 柚子的 对 柚子的 这是新做的 老的 这老的吗 跟贴质的 是吗 哎不是 不是 不是 但是你看这个地儿 感觉又不像新了 反正半新不旧的 对 放手机要会收工卡 然后 也方便 嗯 背在前面 这也是老的 他有拉链 不是新的 反正半新不老 半新不旧 嗯 其实挺好看的 不过你看他这种一般都是老的 就这种他这种细的 新的很少有 新的一般都有个扣了 金属的 是吧 我去找个镜子照一下 还行 反正就是个小肥包 嗯 要不再看看 再看看是手机放下的 这个样子也挺复古的 有点 还便宜 47 28 你看他的带子什么 都是复古的那种款式 我之前也背了一个类似的 有点太贼光了 这种 我背着你看 我先照一下 也行 也能一天也能背好 没有 没有分男女 他不分男女 你比一个我看 真的特有腔调 可以吧 可以啊 挺好看的 就配你这裤子就太行 这裤子百搭 这是什么时候了 这挺贵的 1000块钱 看不明白 美西哥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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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人穿大衣服 对 再戴个帽子 对 哇 这才5000块钱啊 这个帅帅的工业灯才200多 我问多吉要不要 他说不要了 现在合适不适合 5000块钱 9万多 不是你现在主要是有土豆了 所以你一看这些篮子 你就特别喜欢是吧 这能装50斤吗 差不多 能装的 因为他土豆大 一个就一斤啊 我的妈呀 100个其实就是 就100个 没有老的那味道 那你说我放在家里 用一段时间会不会老 不行 这很难 你还是要买个老的 老的我怕它不结实 因为我就是把瓶瓶罐罐搁在里面 这个颜色不好 那买其他颜色 这是草边的 我觉得你一看老的 你肯定不买这个 真的 我现在最近买那些 老的那结实了呢 人家好几十年了 要爆掉 对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Momoko Deiki一层后面 就后边这个门 这里有一个卖家具用品的 就家具用品的杂货店 这个挺复古的 人造格的那种 好看吧 是吧 你看这里可以插一个什么 特别复古 里面还有一个小家层 拉铃有点色 还得给它打打腊 但是这不好用 你不是要挂着吗 跟着包里 就拎在手上 这没什么用 确实没什么用 好 就光好看了 现在谁要用这种刀包 小拎包 有调性 你在古董骑士买的 好 还颜色还好 买什么东西 我都让维克上 骑士上买 估计店家知道 得给我轰出去 应该是装什么杯子 画在身上 对 从后门下去 这个地下一层 就是我经常来的古董店 和闺蜜逛街 真是开心 我们今天逛了很久 下期继续 看看我们又看到 什么好东西了